你好 兩位 今次是否一起出新歌 合作感想如何 是 合作感想如何 合作感想 其實今次我們都 剛剛都在說 其實真的沒試過 這麼快去做一首歌 其實今天我們第一次現場唱 但是都是 剛剛收到一個MMO 這一首歌其實我覺得挺特別的 今次的合作 我其實去寫一首R&B曲風的歌給姜濤 其實今次我們又很有趣地 很快地完成這一首歌 即是無論第一次見到 在Studio 見到姜濤姐的時候 就跟她聊了一會兒 就寫了這首歌 就立刻 那這首歌是很快 很smooth地完成 我覺得 是 是 是 那首歌是關於什麼的 蛤 說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知道 不知道 MV 也沒有拍 關於愛情 那會不會一起拍過愛情的MV 會拍MV 會拍MV的 但是怎樣拍攝我們就未知道 是的 第九胎 你說你的歌 覺得姜濤和這個合作對象是什麼 對 為什麼叫做第九胎 其實呢 這 呃 第九胎 就就就就就就就 哦 這首歌 這首歌是否算第九胎 算九胎 哦 那是九胎 不是你自己說的 是第九胎 我自己交錯了 那接下來我自己的那首歌是第十胎 是的 Victon 你想不可以特別保密做這首歌 特別保密 其實 真的沒什麼 有 其實 這個合作是很快地發生的 其實 當中 我想 當中其實一直 近這幾個月 其實一直追回以前的進度 所以一直都做了很多歌 在手上 但是這次的合作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那首先 知道去寫一首歌給姜濤 然後我就想著 究竟寫了什麼歌 誰知道第一次見他在Studio的時候就很快 就有一個定案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聽一個歌手叫Neo 那就決定寫一首R&B的歌 是的 哦 對不起 這首是混血胎 那第九胎其實是 我什麼時候出呢 我會遲些再跟大家說 我可能開直播跟大家說 是的 但是那個是跟Tayson Yoshi合作的 還是再是另外一個項目 有份做的 一起做的 也會想有很多不同的音樂人合作 哦 是的 學多一點 接下來會想跟誰合作呢 接下來 接下來Egger說答應寫一首歌給我 你好 巴薩叫我這樣說 他說這樣你就不能夠做 好的 OK